花蓮艺术创作者马小元利用汉枪在台湾山木上进行落画 这样的创作方式可不简单 因为每一笔画都必须考量温度 利用深浅色折让作品可以呈现立体感 也让台湾山木有了新生命 拿着汉枪一笔一画在台湾山木上细致描绘 他是花蓮艺术创作者马小元 从小个性内向长大之后在创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对别人来说汉枪是一个工具 但是到马小元的手里却变成了创作全员 它绕笔可以利用它的温度去控制 做成有深有浅 然后也可以更换不同的绕铁头 就是会有不同的效果 就像画笔的笔触一样 难度就是要注意它的温度 而且这个是它高温是有危险性的 也要注意周边的安全 然后因为依照不同的木头材质 它的硬度也会不同 比较硬的木材就比较花力气 维纳斯艺朗负责人林满金表示 全世界唯一以台湾命名的树叫台湾山 因此他和艺术家马小元讨论 决定要做台湾山的创作 我才知道说全世界有一种树头 唯一以台湾命名的树叫台湾山 然后切开以后才知道说 原来这么漂亮 你看它有纹路有色泽 然后我们后来就在想说 画画是在画纸上面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上面做画 可是它是需要用 那做画就不能用笔 因为笔就没有办法结合进去这样子 所以它等于就是结合了 那个台湾山的原来的那种气氛 那你再加上那个小元的绘画 可是绘画转下去以后 变成它有立体 它有高有低 而且因为它有不同的表现的那个手法 用点的用戳的 所以明暗都可以出来 那我们觉得 我们知道说现在台湾在 我看到就是在推国产幕的应用价值 那我们就想说 它就是国产幕 那一般来讲就是做家具或做小的东西 CNC 可是我们的艺术家就是 它有这个技术跟很重要的是美感 就是灵魂 那花蓮 台湾都有很多丰富的生态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生态 大自然的精灵 透过艺术的精灵 表现在这个台湾山上面 尽管马晓媛各性内向 却总能够在作品中表达自己想法 慢工出细活 是他一路走来坚实的成果 运用焊腔温度细致落化 每一笔都要利用深浅色泽 让作品呈现立体感 在马晓媛的耐心之下 一只海底悠游的漫波鱼慢慢现行了 也因为是手工点苗 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也让平凡的台湾山木块 再度有了新生命 借理会花联港报导